為慶祝校慶90週年 聖約西教區中學第六校舉行聖宗開放日 向大眾展示該校辦學特色及發展方向 開幕例在花地馬百年顯現紀念堂舉行 該校校長喬樹勇博士致辭時指出 聖約西教區中學在本國有90年歷史 而聖宗六校亦由80年代起在青州服務 喬校長強調 學校除了注重品德教育 亦希望發掘學生多方面的潛能 開放日就是讓學生展示各自前文的平台 他寄予學生要謹記校訓幾立立人 品德要好之餘 亦要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 學校亦會繼續與家長緊密合作 隨後由該校學生以音樂及舞蹈表演 為開放日揭開序幕 當日除了特設校試指南外 各國學科亦設有多元發展示 以及參加者體驗環節 另外同場亦舉行籃球邀請賽 以及中教科玫瑰念珠工作坊 此外 學校特別邀請將於下個學年入讀的 學生道場參觀 希望讓學生可以體驗中學校園生活